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 新型网络犯罪也不断增加 而且致意严重 通讯部长发明认为 有必要研究制定与在线犯罪有关的新法规 部长说 这是与掌管法律集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达德斯利·阿杰里纳 共同主持的制定在线犯罪法律公委会会议上所做出的决定 另外通讯部也会在农历新年之后 推出一份新闻道德手册 理清新闻核实 发明表示 技术委员正在研究大马现有法律 并且探讨其他国家如何通过立法制定新法律 此外发明透露 上述会议也讨论政府各机构和部门 就在线安全方面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包括儿童安全问题并对数个事项立即采取行动 另一方面 通讯部将与国家新闻局合作 在本月推出一份新闻道德手册 以理清几个事项包括新闻核实等方面 发明说 在新闻道德手册公布之前和进行更多研究后 该部将会分享更多的手册内容 他是在昨天出席通讯部长阅集会后 向媒体这么指出 另一边乡 通讯部对于人力资源部愿意寻找方法 帮助包括媒体工作者以及艺术家等兼职新闻从业员 表示欢迎 发明提及 发明提及 该部正在研究一些细节 以便为媒体工作者和艺术家等兼职新闻从业员 争取提供社会保险计划 大马合作社组织放眼在今年底前 有30家学校合作社能够实现收入超过100万令吉的目标 该组织主席达多斯利·阿布多发达表示 目前共有26家学校合作社达到这个目标 同时教育部长 Fadina表示 次次成功证明学校合作社在增加收入 以及提高利润的企业管理能力 阿布多发达透露 截至去年 大纳美拉记职学院合作社 也录得200万令吉的收入 我们在2024年期中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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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shall be 30 buah kerjasola會不會一萬多 所以我希望在 geldi我們 當研究認為在馬來中 讓它們進行這是一方向 其他在一方向中的身影 所以我們可以省開 我們不停著在財 relax 然後會令自己進行 法迪纳是在苏邦在野出席一项有关 学校合作社卓越奖闭幕典礼时这么表示 截至目前 共有2485家学校合作社 在马来西亚合作社委员会注册 为了促进国内医疗发展和机设 卫生部向PT州拨出2亿G7242万令吉的款项 用于进行各项设施和服务的提升 其中涵盖了17项新计划 以及13项持续计划 卫生部承诺会善用拨款 确保所有规划的发展按时间落实 以提高中内的卫生服务质量 KKM 正常是努力 untuk memberikan 拥有承诺和承诺 untuk memanfaatkan peruntukkan ini supaya 它能够 pastikan pembangunan ini tidak tidak lewat supaya seterusnya kita dapat tingkatkan quality perkhidmatan kesehatan 国家 同时 卫生部长 Tadou Salih-Zugivri 宣布向 珠宝卫生诊所 特别拨出 10万令吉款项 提升公共测所 以及15万令吉 添购医药器材 此外 部长也宣布 拨款10万令吉 也以保中央医院 及救世 以用于添购医药器材 清体部证实 国家体育理事会 已经批准 调整国家级教练的薪资 所有国家教练就业 计划的教练 已经从 今年1月1号 获得加薪 部长 杨凶双表示 上一次调整 教练薪水 是在2014年 距离已经 整整十年 而这项 举措 主要是为了 改善 国家的体育 生态系统 包括支援系统 并帮助国家 留住人才 杨凯双指出 国家级教练 包括领奖台 以及后备队计划的教练 都将获得加薪 并且根据教练的 国家教练认证计划 以及执教典资而定 最高资格的教练 可以从每月 4500令吉 加至5900令吉 此外 领奖台 以及后备队计划的教练 还将获得 600令吉特别补助 其余资格的 全职教练的补贴 也将获得提升 农历新年廉价 即将开始 陆交局宣布 重型车辆 在农历新年前后 也就18号和9号 以及12号和13号 禁止上路 任何违反禁令的 公司或个人 将被采取严厉的 兑付行动 该局执行组 高级主任 德罗马表示 这项举措 旨在确保加解期间 道路交通保持顺畅 罗马表示 这项公路禁令 是在农历新年假期 前两天及后两天实施 以确保回乡的民众 交通畅通 避免发生不必要的 交通事故 他是昨天在 Transnational Express中站 展开公共交通工具检查 及文件机查行动后 在新闻发布会上 这么表示 与此同时 罗马指出 当局从4号起 在全国54个公共巴士中站 对361辆巴士 进行了检查 执法人员在行动中 以对触犯各项交通条例的 12辆巴士 采取行动 包括对10辆 因违反技术规定的巴士 发出禁止使用车辆通知书 当局除了对巴士和司机 进行技术和试驾检查 同时包括制动系统 轮胎 车灯 以及轿车和驾驶员证件 洛曼表示 该行动将在整个学校假期期间 持续进行 并重申 路交局决不会向 违反交通法令的公司 和巴士司机妥协 日前 社交媒体传出一名老蜂 因为在驾车的时候 没有打信号灯便转换车道 结果遭到后方的路霸 两次殴打致鼻青脸肿 全身多处骨折和瘀伤 警方证实网络流传一张 老年人血流满面的照片属实 并已经逮捕25岁的男嫌犯归案 延后四天直到9号协助调查 雪邦警区主任 网卡玛路发文告证实 雪邦刑事罪案调查组已在5号下午5点 将嫌犯逮捕归案 他表示 现年25岁的嫌犯 拥有三项刑事案前科 包括刑事法典第395条文 结果持续抢劫 刑事罚典第160条文 聚众欧斗 以及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第39条A款条文 警方已经援引刑事罚典第325条文 开档调查 最高可被判处7年间禁级罚款 同时 警方已经在昨天6号早上9点 向雪邦推示厅申请将嫌犯延长扣留4天 直到9号 警方促请任何知情者或目击者 可前往附近的警局 或是致电雪邦警区总部 以协助调查 早前 警方接获该名老翁的投报 指自己在雪邦一家私人诊所前 遭一名男子殴打至头破血流 为了协助艺术从业者 以及推动国内的艺术发展 国家电影发展局指出 今年将有一百名艺术家通过 昌明艺术拜访计划获得相关援助 而这项举措旨在关心相关群体的福祉 国家电影发展局首席执行员 达网友表示 这项援助涵盖基本必须品和现金 此外当局也将与多方讨论 继续向艺术家提供更多远助的事宜 在首都吉隆坡出席昌明艺术拜访计划活动时 这么表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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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有国际新闻 近日这本多个地区因受到低气压的影响 而下起大雪 造成陆路和航空交通陷入瘫痪 首都东京和临近五个县超过一万四千户家庭断电 根据东京消防厅的数据 从五号至六号 东京共有105人因积雪或路面解冰而滑倒 紧急送医 但没有生命危险 伤者年龄在四岁到九十二岁不等 当局说虽然大雪高峰已过 但民众依然要留意路面解冰以及交通状况 据报道 东京市中心积雪 最后达八厘米 多条高速公路至六号星期二早上仍然局部关闭 而被誉为全世界最防茫车站之一的东京新宿站 列车交通也大受影响 不少乘客要求退款 另外 东京都及临近五个县玉万户停电 当局呼吁 避免不必要外出 以及为车胎加装水链 然而 随着部分因大雪停摆的多趟列车服务陆续恢复 车站工作人员也忙着清理道路上的积雪 至于航空方面 全日空与日本航空分别取消 星期二在宇田机场起降为主的27趟 以及4趟航班 截至昨天早上九点 日本气象厅的数据显示 先少下雪的东京部分地区 24小时的积雪量达到约9厘米 关东地区的群马县 部分城市的降雪量达34厘米 当局表示 虽然大雪高峰已故 并已经解除东京等九个都县的大雪警报 但一股低气压 正沿着本中南部海岸向东移动 关东甲信岩山地带和山区等地 将继续遭到大雪袭击 促请公众保持警惕 随着2024年巴黎奥运即将到来 各国选手都在做最后冲刺 争取奥运参赛资格 然而我国跳雪队在卡塔尔多哈 举行的试锦赛传来坏消息 跳雪女将达多盘德雷拉 相继在跳雪女子个人十米跳台预赛排在第29位 以及与搭档罗尔达比达在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排在第12位 因此确定无缘参加巴黎奥运 两届奥运奖牌得主潘德雷拉在初赛仅以231.15分屈居第29名 措施晋级巴黎奥运个人赛的机会 因为最终只有排名前12的选手才能获得奥运资格 由于本届试锦赛也是巴黎奥运跳雪赛最终入选赛 因此这一次的失地意味着我国自2000年悉尼奥运以来 首度无缘取得女子个人十米跳台奥运资格 尽管措施晋级巴黎奥运个人赛的机会 但潘德雷拉还有一个前往巴黎奥运的机会 那就是只要运奥运达比达在女子双人十米跳台 跳出前四名的成绩便可获得奥运参资格 然而 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感谢收看 我是戴靖航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